我覺得很難確定什麼 我們看到卡薩丁這邊有餅乾 代表說他可能點的是一個2109的天賦 他把餅乾這邊點下去 那這個天賦我們知道說他其實在前面那一點 是可以把藥水的持續時間再加長 然後後面那個天賦則是可以把 你買的洪水變成餅乾 你吃下去的那一瞬間會毀 20滴血跟10滴魔這件事情 其實對一個要撐線撐久的角色來說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其實常常在OGN看到 就是support會出這種東西 這個天賦點起來其實在1等會戰打起來 或是在2等搶2打起來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很瞬間的回血 來讓對面算不出血量的這種功效在喔 LV1 20滴血就真的是有差喔 那先不管這部分 TPA全隊都鑽到了紅BUFF裡面來 鑽到閃電狼的紅BUFF裡面來 然後閃電狼則是全隊都衝向了 河道的那個小夜夜草叢 所以雙方是互繞互相的抱團 但是到目前為止都還沒見面 你可以看到閃電狼最後是選擇 讓悟空來做將狗 那這個陣容就要小心再說 他們打的是一個非常游擊的戰術 在6等以前其實 唯一的CC技你看到就只有一個 塔里克的暈 然後再加上那個崩膛的緩而已 裏扣到一半的時候遇到了 必須要趕快取消裏扣 所以牛排一個人要撤 可是草叢裡面還有4個人 哎呀早晨及時拉回來 我還以為他會傻傻的走向草叢 其實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因為你看到龍 你剛剛有進過人家加紅區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在 你現在走過去的時候 還看到有一個龍女在那邊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其實對面是所有人在那邊了 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立馬決定要偷紅 然後自己的藍就要掉了 你看到這種眼睛其實不一樣 你看到有一種眼睛是花的 那是他第四件裝備 我現在應該叫第四件 不是第七件裝備 他那個裝備是一個額外的眼睛 對 可是他的視野距離 其實比起一般的眼睛 就是你花75塊買的眼睛 要來的少一百距離 馬老師的巨注 優質好聞 謝謝 論眼睛 論S4眼睛 哎唷 也許 這LV1砍當然是非常的強 這應該是砍到 他應該是可以省個閃下 哎唷 這草叢有眼 讓他被多砍一下 真的閃了 其實丁特快要沒有魔 可以Q最後一下 其實他剛剛在怕說傑哥 因為他把草叢 他走過草叢這一件事情以後 其實他就不能知道說 草叢對面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能保證說對面 射一些可能突然一個閃線勾 把你勾回來 那你可能就會掉手 掉手殺 這件事情其實你不能發生 在一個職業選手上 我覺得悟空 我覺得悟空這裡因為中路的 被逼閃的關係 悟空不敢回去保衛自己的藍 這個原本應該要是一個 換BUFF的起手 就是 對 可能我吃兩個藍 你吃兩個紅這樣 那夜曲其實吃了兩個紅 沒有藍 那等一下就沒辦法Jungle 但是因為 丁特剛才逼到瘋糖閃線 所以其實 這個閃電狼的藍自己已經無法防守 結果總體換下來變成說 TPS是3BUFF開局 對 因為你要知道 卡他TPS在1.2等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對團隊做出任何的貢獻的 他可能連過來普攻的機會都不會有 那你就知道說 他們現在是選擇 像TPS選擇中二流的情況下 捨破是可以很輕鬆的 配合Jungle去做 入侵野區的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拿到3BUFF 其實並不是太大意外的事情 看閃電狼要如何撐起來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悟空到6等的話 他的Gank能力還是在的 並且他CCG會出現 那他的傷害並不會想像中 並不會那麼低 對 傷害其實不錯 好 好 毛少了一個眼睛之後 只有一個BUFF棄手的悟空 Jungle上面等級 因為悟空是很追求上6 他隱形出場以後 瞬然後玩耀中路出現互打一波 但是傷害相當的大 傑哥承受了半條以上的傷害 不對 傑哥承受這個傷害 其實並沒有那麼划算 這個Gank有可能喔 這Gank是有機會的牛排 被暈到了以後 腳閃 然後沒Q中是一個相當的問題 好 但是已經恐到了 賈克斯 因為牛排想要反打賈克斯 又沒Q到 又沒Q到 各種諧星啊 丁華 這雷啊 這閃孔 好吧 最後有轉回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虧的 因為你可以不交掉閃線 就拿到這顆頭的情況下 你兩次的Q都沒有Q到 首先傷害就差很多 也許那個Q的傷害很高 很大很大 那個傷害很高的情況下 你沒有Q到 你又沒有辦法站在你自己的黑水 站在你自己的藍水上面 來增加你的攻擊力 這裡反而是多交一個閃線喔 真的是你那一句雷啊 其實說的真的沒有錯喔 這傑哥被衝這一波以後是選擇刷 仔細看這一場的 這場的Jungle是毛 就是剛才並沒有特別思考到這個問題 雖然我剛才喊過他的ID 那我並沒有發現說 這場灰雲沒有在場上 其實我有跟毛療過許多次喔 其實他還蠻... 他... 外表內向 但他其實是... 內心很澎湃就對了 他是悶燒醒 他是悶燒醒 狀態不錯的一個團隊 就是... 他又沒有勾到 很可惜 現在傑哥三次... 三四次都沒有勾到的情況下 中路要做一波Q 欸為什麼? 然後歪 因為塔里克離開線上 這一段時間 雷格爾只用點燃交上去喔 不過... 內波路斯也沒有交掉什麼東西 因為他這波兵其實沒有輸很大 你雷格爾一定是把這波兵會推過來 因為兵線是壓過來的情況下 你在空兵線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做到 你一定是馬上把這個兵線推過來 能...能推多快推多快 讓你的塔能夠... 多抵那幾隻小兵比較好 那內波路斯這邊沒有交掉閃線跟... 光盾的情況下 我個人不覺得他有虧很大啦 可是我覺得雷格爾在被二打一 還有吃到二十九隻兵 已經算是狀態幾好 我覺得是因為資源全部都放在 中路的情況下 就是兩隊的資源都放在中路的情況下 其實... 像悟空是沒有辦法去幫忙下落 做Gank這件事情 那... 你一個塔里克暈到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路西恩配合上 過來... 輸出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對一個有多藍盾的雷格爾 造成什麼大...很大的傷害喔 這個配線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然後當兩個大男的時候呢 產生的一件事情就是 欸...沒有人需要藍buff 夜曲好開心 因為他剛剛那一開始的配線 是配線選擇在說 不管是誰被雙人限壓 其實夜曲都可以很有效的過去 幫忙把兵清掉 我們都知道夜曲其實單推... 分推能力很強 是因為他... 清兵速度很快 但因為這件事情一直都沒有發生 我們才看得到丁黃其實屢次在中上... 在那邊Gank喔 其實可以選擇一路趕快把線推掉 讓TPA... 不過TPA看起來是想要拖啦 各種拖 因為現在只要走入他們的大後期 實在就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優渥的喔 欸...欸...欸... 不是...我要說什麼 丁特的夜曲現在已經很...很接近六級喔 在七分鐘的地方很接近六級 那...上路的Morning 因為一次Gank成功的關係 也變成沒有被龍女限制住他的發展 整體來講TPA狀態是非常好的 藍Buff...因為時間算到要深了喔 走過來...然後還親個眼 但有被看到喔 丁特有看到喔 不過兩邊都知道... 對面會知道這件事情 哇...這...這Face Check不死 真的是因為對方沒蹲你 呃...大概他是覺得... 悟空加... 塔里克是打不死他的 因為...那個很明顯AD不在這 然後... 但其實還是很可怕 因為假如打起來的話... 打起來的話你假如... 淨草的那一瞬間沒有擋掉那個暈泥 一定會被淨草接上去 我個人是覺得他剛才那一下飛的Check我非常驚恐 因為你淨草的手腳有打Buff沒有開起來 沒有擋掉暈的話 你一定是整套被接完 對啊 那你後面開打Buff也沒有用了 因為對面也沒有什麼技能 會讓你打Buff給吸到 那你這一套接完以後 沒有...就是被人家降霧房的情況下 被悟空這樣... 一波橫打這個藍Buff可能就會... 就會掉給人家囉 他遛了又有藍Buff喔 也許狀態絕佳 然後他們推線的組合還是在喔 我擔心說... Never Luce在後期的時候 可能也都要依靠他的走位 因為雷克隱形上去以後 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他的E丟在AD身上 連丟兩次 先定住你一波 再還你一波 那你沒有進化的情況下 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走掉喔 賈克斯要進來 這件事情被閃電長察覺到了喔 這個藍的偷因為中二的關係 這個效果實在是絕佳 然後...哇... 硬上了 賈克斯硬上悟空了 悟空交分身 然後龍女進來 龍女的位置 我說實在的不是太好 也許開啟了大絕 真的沒有人可以飛 因為他其實主要是一個逃命大絕 他殘血 機會了 帕巴大絕往前壓 然後傑克再一個回刷 比比...喔再勾 哇...來回的標 不過葉曲被尻死 葉曲被...塔里克被尻死 塔里克單殺 被塔里克直接殺掉 因為他血量不夠 他200滴 塔里克說200滴我可以 對他可能沒有擋掉其他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看到蛇蛇其實是把 他的所有的資源都拿來roaming 因為他知道在下路做 壓制的一個這件事情 已經不太可能會發生了 所以他拿來roaming 這個觀念其實很好 就是他現在做roaming這件事情 也成功賺到一顆頭 那剛剛我們看到其實藍buff 丁特是沒有拿到的 是給了龍女 然後最後被西韋爾拿走了 卡薩丁看到西韋爾 其實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尷尬 他的那個Q...零壓之力 Q出去就被鈍吸零壓之力 因為很痛苦的情況下 對面又是一個射擊器 隨時又可能把你勾出來 然後你就要交掉一個閃現的情況下 面對的AD還不是一般的AD 是超推線的AD 現在他還拿著藍buff這件事情 我覺得... 工廠應該在暗自責怪自己的隊友 應該在暗自錯氣中 這個...這個遊戲...很難玩 他現在被狂推塔里克切進來 羅明塔里克切到... 中路的位置 但是還是被TPS躲掉 他這裡做得很好 就是他是做... 他是做水滴騎手 然後他剛剛那波兵是幾乎沒有漏掉任何一隻 我覺得他把所有招式交上去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因為西偉爾實在太推了 他現在決定要出...給傑哥一套 傑哥交閃以後再刷掉 他竟然沒有被悟空敲起來 你看到很尷尬的是這裡 喔 這邊一個GANK How could this be? 剛才那個實在太... 龍尼快滿路了 龍尼滿路變身! 但是在空中被擊殺 剛剛看到其實就是說 悟空在GANK上面其實... 力道沒有那麼想像中那麼好 而且他又是一個... 成長發育不是很好 他現在可能不是美猴王 他只是孩子王 呵呵... 那是非常夯的啊 哇... 阿奇也是... 快樂狀態 不過我有70個西S 基本上來說呢... 我不會被打死 我又先出了一件鎖子甲 我還是不會被打死 你確定他不是... 他不是根本不會扣血嗎? 呵呵... 他剛剛後面有扣血啊 TPA這樣子的配線... 真的相當很 而且後期呢... 就是... 雖然我們... 我們剛才... 談過一次就是... 我覺得瘋狂歲月是閃電郎的核心 但是... Never Lose也是 就這兩個carry都是閃電郎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 TPA已經是第二次在對上閃電郎的時候 選了一大堆充連角 不讓你的AD玩 所以他們才把資源都放在中路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前面講到說 TPA其實是選很推的陣容 他把線全部推爆到現在都還在推的情況下 他讓這兩隻能夠發育的角色 只剩下一個人可以發育 是誰 是Never Lose 哈里克被拉到以後呢 但是...是選擇出手去暈傑哥 然後夜取開一個大絕 勸退... 這地表上的人 但其實他是要撞上路 那中路的那個...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蛇蛇跟... Never Lose還是拉了一下 他有B掉閃線 對...看到龍女把閃線用掉了 那其實說丁特這個大絕 就沒有交得很差喔 嗯... 他有成功B到的東西就沒有很差 因為畢竟那個大絕轉的時間 並沒有想要說... 他其實現在打這個卡拉丁 他說...喔... 但是因為他是出5防狀 所以要被卡拉丁打還是有一點痛度 卡拉丁打他有傷害 對他來說就是... 打不到15%的傷害都不叫傷害啊 喔...不過有意思... 閃電郎馬上夾中間吃一條龍 這個Sense相當不錯喔 因為你這樣子夾... 你的Jungle在上路TP 絕對來不及過來 喔...可是... 哇...雷格爾這種義無反顧的上法 感覺就知道賣傑哥了喔 雖然給了一個盾 但是保不住命 雷格爾...狀態極差 不要被砍死了 什麼...這個閃線 不過被球Double Kill 瘋棠要直接起飛了嗎 殺到兩個頭對瘋棠來說 非常非常的補 我覺得這裡是選擇太... 有點太大意了 你可以看到傑哥在剛剛那邊 是沒有閃線 他只有虛弱的狀態下進去 那你進去的時候 你要知道Arch Arch進去是一定會被虛弱 這件事情是一定會的 所以對面... 對面塔里克一定是把你 所有的傷害都壓制下來的情況下 你只要沒有辦法秒掉任何一個人 那就是一個3打2 3打2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傑哥大絕現在才轉好啊 並沒有任何的傷害在 那我們依靠一個 還沒有出完火頭的雷哥 要把所有人殺掉這件事情 其實有點... 我覺得太過大意了啊 我覺得真的是... 那個... 剛才那個禁真的蠻大意的啦 你整共賠了東西 除了賠一條龍之外 你還送卡丁兩顆頭 你知道... 瘋棠有多快樂嗎 你假如能夠撐到就是說 假如那時候夜取是有大絕的情況下 那波禁就不會太長 因為夜取竟來一定有足夠的傷害 把所有人可以收掉 但剛剛就是很明顯就是沒有足夠的傷害嘛 然後雷哥的火斗又還沒出 他唯一的傷害就建立在他跳進去那一瞬間打 比如那兩次把悟空打到很少血 但是沒有人可以幫他收尾 因為傑哥沒有大絕這件事情 就有點可惜 我覺得... 這裡那麼造勁的情況下 讓TPA前面那一波壓得很好 大概20%經濟都... 掉回去 通通都送還給對方 雙手奉上喔 這樣子一來的話 局勢就變得對閃電狼相對的有利 現在就是卡拉丁真的很快樂 真的真的真的很快樂 對卡拉丁前面被... 屢次照顧以後還能如此成長卓大 那變成說 那波路斯前面 因為TPA沒有把重點照顧幫你那波路斯 他可能是認為說 五個人能夠壓制住他 就是他認為說 四個坦克可能可以壓制住他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注意到的是後期可能 封堂的傷害是... 需要有人來壓制的喔 因為你們前期可能送了幾顆頭給他這件事情喔 現在是中路想要只灌一波 可是... 事實上... 唉唷... 塔瞬間被拆掉以後呢 龍女的狀態很差 他這樣進到後排應該是會瞬間被秒喔 不過早晨的賈克斯也是瞬間被秒啦 反而是閃電狼這邊秒得很快 然後卡拉丁再上來一個波以後 再一個R踩死的傑哥 剛才那波的Consequence的後果就出來了 然後你看這個龍女 最後是有雷哥有去把他斬掉 但是整波下來的話 感覺TPA要掉中塔了 畢竟收頭強度封堂這隻角色 卡拉丁這角色還是...還是在... 剛剛這個會戰打起來 你確定還要再鬆頭嗎? 唉唷...夜曲開啟的大絕飛進來 而且他有找到真正的悟空 悟空被殺了 悟空被殺以後 狀態就變成閃電狼要趕快撤退喔 不然這些人追上來有點可怕 因為這邊很明顯的是 我覺得這邊閃電狼沒有打很好 因為剛剛那個情況 我會認為說... 哇...要去讓BB上到一半的時候呢 轉頭打阿琪 阿琪以後然後是丁特進來 再收到一顆頭 而且這裡是沒有塔的 那麼封堂的決斷是很正確 就是我跟你換頭沒有關係 喔!給盾 傑哥給了盾救到了BB 而且再拉一個燈籠起來以後 人也沒有死龍女又被孔 傑哥再勾一發沒中 該撤了 這裡是很大一波的下水角 因為對面在10等的情況下 我們都知道其實在S4的時候 他前面那個... 死亡時間並沒有那麼長喔 他已經把它改了 所以你遊戲是很容易被逆轉來 再逆轉去 這件事情是Riot一直來注意的 那你還在推塔的時候想要去 代服一個...坦雷各 跟推兵能力很強的西威爾喔 我覺得這裡是...太過大意了 尤其是... 身為職業選手這一塊 沒有注意到說夜曲其實有大 而且他復活這件事情喔 這一波真的繳得蠻大的 讓TPA賺得非常多 而且這樣子是利用... 呃... 利用射雷西的雜技性能 就是把... 夜曲又帶進來 但是重擊被重走了 對他重擊走 他就沒有說那麼虧 但我覺得這一波... 閃電腰沒有打得很好 不過前面TPA那個會戰是... 就是TPA先下一波啦 然後閃電腰也跟著下一鍋睡覺 所以兩鍋下完以後 又回到TPA小優一點點 但是要注意到的是其實... 我覺得閃電腰這邊不算太差 可能還是比之前... 卡薩丁太快樂了好嗎 411 對因為卡薩丁是411 所以他很快樂 所以他... 而且... Napolus也是很... 他唯一被壓制很久的就是龍女 但其實他的持平術還是... 在雷格爾之上 而且他們畢竟有拿到一個龍的情況下 只有輸兩個塔 我知道其實現在外塔經濟是不多的 你是有... 三個人去... 是用分擔... 那個塔的150塊錢 有推塔的人才賺得到那些錢 然後... 跟那個推塔掉以後 每... 隊上每個人都會拿到125塊 其實比起以前來說 沒有推塔的人能夠賺到的錢是不多的喔 現在下塔還沒推到喔 那... 剛剛... 其實注意到道具藍的話 你就會注意到說 剛才丁特會那麼快的趕到現場 還有另外的原因是因為他買了一個守護家園 其實... 很少將狗在那麼前面的時候 就補上守護家園的血 他完全是為了要收那一波頭 那其實... 當然是指揮票價 很賺阿 因為他475塊... 當場就直接回來了好嗎 對... 他還拿到下盪 他當場就直接多賺... 多賺七八百塊 掃眼... 感覺是掃眼 這是紅眼 不需要掃 紅眼目前是永久的喔 進去插紅 其實賈克斯跟現在的龍女打起來 應該是不太會有結果的 假如不想跟對面打 其實都是... 很輕鬆的都可以走掉 假如這是... 允若仙阿 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他們硬要打的話 其實牛排的E假如沒有中的話 其他是... 很容易輸的喔 因為他現在1有1 好1有1到 但是被反擊風暴的時候 不能普攻 1沒有辦法觸發那個 趴傷特效的時候 1也打不過 這裡其實就很看操作 因為畢竟賈克斯的被動是... 會進CD的 他很有可能就是 打一打人 然後中間沒有打人的話 那6層就突然掉... 掉回0層這件事情 可能就... 牛排可以... 可能就可以硬上一波 可是你... 像剛剛那樣子 你拉開以後 如果讓他有機會去... 打小兵的時候 他會回血 所以... 蠻... 可能就跟藍貓老師 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就打不出結果 他們看起來就像是沒有結果 對 因為想退的人 你一定退得掉喔 雷克斯在上路TPA 其實應該是5打... 是要4打5 可是葉曲果斷用大絕 去黏龍女 哎呀 又一次沒有殺到 喔 還好 有點難的傷害 尾斷傷害有打到 那TPA是吃到了龍... 悟空進場以後呢 這一波的傷害跟控場打得還不錯 可是接下來卡拉丁又要收頭囉 又要收頭囉 這一個三個會被收光喔 果然卡拉丁還有魔沒有問題 R1 再殺一個卡拉丁 這樣子713 Triple kill 這賺太多了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阿琪你為... 阿琪想要把他瞎當 可是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唉唷 補好大一口 但是Neverlose狂射狂射卡拉丁 感覺又要進來再撿一個 死... 就是交閃線過來送頭 這... 這完全就是交閃線過來送頭 這... 阿琪在這一場打得非常不冷靜喔 這場真的是打得非常不冷靜 因為他這一場的... 舉動沒有讓我感受到他... 是... 這... 他可能... 獸性大吧 他完全融入這個角色了 Tonight we hunt 然後開... 開騎大學以後就沒有辦法 忍受住自己的獸性 這... 我覺得... 剛才會在TPA真的是處理得很糟啊 真的是處理得奇糟無比啊 TPA拿到了龍 然後... 是賈克斯拿到了龍以後 他們其實經濟是剛剛是... 拿龍前是贏2000塊 拿龍後應該要贏快3000塊 然後他這一波你可以看到打完以後 其實他只贏了500塊 你知道其實閃電郎這邊多賺了大概一兩千塊喔 呃...這整波送下去 真的是不得了 放到最後已經飛到... 九霄雲外去啦 因為剛剛會戰 其實我認為毛在這兩次大型會戰 就我們前面看到就是... 閃電郎一直有屢次打回來 這個大型會戰 他都有把所有人都轉起來 把整個輸出 跟CC都控制住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其實不... 不怎麼簡單發生 因為...原因是在於說 閃電郎其實沒有很多的CEG 你沒有辦法去留人這件事情 你唯一的CEG 就只有在風塔 跟塔里克身上 塔里克只是一個單...單控 你能夠讓一個毛在... 這麼...完美的位置上 能夠控到五個人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 非常值得誇獎的喔 一個毛 那現在... 這種...局面下的TPA就是... 極端不利 閃電郎有沒有辦法把握住他這個優勢 因為現在卡拉丁實在是... 超級的匪 對於...閃電郎來說呢 這是...正好是一個大好時機 閃電郎那個... 卡拉丁的裝都已經起來了 現在已經在準備驚人了 等他驚人好以後 TPA就再也無法阻止他 過到一個塔里克 應該是沒有什麼下手的空間的閃電郎 破完了... 中路外塔 開始往裡面推進 然後呢... 雷格爾還在巴龍前面徘徊 這樣子的...聚集的模式 是沒有辦法趕上一個會戰 然後眼睛又被蛇蛇給清掉 現在這裡就是... 盛世步入一個中後期囉 你可以看到現在假如悟空能夠在... 很有效的把五個人都轉起來這件事情 假如能夠再做到的話 那現在我認為是閃電郎其實要贏 不會那麼難喔... 這邊打起來... 是R進去以後 是想要硬殺露西恩 那完全失敗了 被露西恩反大一個以後呢 而且沒有在塔下 不過牛排又被暈到了 成功的擊殺掉前面的龍女 然後呢... 接著要往前壓現在 Neverlust的血量還有半管 那麼這半條血量應該是打不完 把所有的招都交在Neverlust身上 但是並沒有很有效的把它擊殺掉 而且對面是沒有... 沒有... 進化這件事情 我認為丁特可能上的有點太早 他可能要等到阿奇跳上去 能夠把他定住的那一瞬間 再決定要上去打一波喔 一方面也是... 塔里克開加速喔 讓Neverlust用超快的速度 離開了那個追擊 對因為... 因為剛剛假如雷克先網子 勾到那個Neverlust的話 他是什麼事都不能做的 他是一定被定在那邊 那是... 那是一個定神 所以他的E可能都... 他的E可能都交不了 他就會直接停在那邊 那整個戰線不會拖那麼長的情況下 你們就不用越過悟空這個大賭的牆 你們不用越過這個牆去... 追擊的話 那... TPA這一個會戰或許不會輸喔 那你看他現在因為... 其實Neverlust的操作非常得當 然後配合上塔里克的支援 他們其實是一個... 很有效的撤退 把戰線拉得很長的情況下 這就是... 封堂最想要的 我最想要的就是... 戰線拖得很長 我可以... 去單挑把... 最弱的人殺掉 然後滾起雪球 再... 單個擊破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 你看TPA馬上的重整陣型 不想... 不想被... 這樣子... 滾起雪球 然後最後只能放掉這個塔 那還是閃電狼這邊多賺了一點喔 整體打下來 閃電狼終於已經反超了經濟八百元 阿不對... 呃...七百元 七百元的... 狀況下 因為有反超就已經相當的有力了 加上悟空的控場 TPA目前還看不出解決的方式呢 閃電狼整體的有力 將會再想辦法再去開下一個會戰 例如說推上路外塔 不過我覺得他如果真的去推那個位置 TPA可能會放掉 對 閃電狼現在這邊要積極喔 因為... 你卡拉丁的傷害是建立在... 你傷害最完美的時候 就是你現在最肥的時候 你只要比別人肥 你的傷害就是能夠擊殺對面 但是你只要拖到很後面的時候 對面的那個坦裝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光是壓血量跟... 就是... 鎮奮...鎮奮盔甲這件事情 可能都會讓你收不到頭 那你收不到頭的情況下 你還要對上的是西圍爾 畢竟西圍爾不是一個很好 讓卡拉丁能夠收頭的角色 我覺得說現在閃電狼這邊要非常積極 想辦法去推塔阿 滾起雪球阿 不然拖到很後面的時候 還未必會利用這個優勢贏得的體皮 贏到TPA喔 有TPA有好幾次 喔這一次總算是稍微定了卡拉丁一下 因為他們有好幾個會戰 都是先以龍女為目標 真的不是很優秀的一個選擇 你看龍女現在切到後排 還是一樣有硬度阿 你前面一直針對她 她到現在還是一樣有硬度 切進塔內以後呢 TPA這波會戰又是被殘殺了喔 那雖然也解決掉對方兩個carry 可是剩下這個殘局 怎麼看都不覺得打得贏 對龍女一個三連殺 我覺得這邊是... 還是TPA有些出錯 因為剛剛很明顯是阿其他的大絕沒有的情況下 他的大絕已經... 他已經是進大絕 然後時間已經快到的情況下 他選擇說 那我竟然都已經來到這邊隱形了 不要浪費他選擇要定一下封堂 但是... 丁特衝了上去 他們沒有配合好 丁特突然衝了上去 又把戰線再一次的拉長 再一次拉長的情況下 還好有收掉封堂 所以才換的是一個四換三 不然...其實剛剛那個情況 你假如再一次沒有殺到卡薩丁 那卡薩丁假如剛剛有閃現的話 這個會戰可能就不是這麼簡單 你可能會直接掉一路 然後下次可能就是被迫去被人家打巴龍囉 我覺得連續幾個交換對TPA來說都十分的不利 但是TPA現在就是走一個... 我很敢衝路線 就是... 雖然連續幾個會戰都不利 但他還是一直去衝一直去衝 不要...在線上面或氣勢上面被... 閃電狼壓過去 可是很明顯的 我覺得閃電狼的優勢逐漸呈現出來 TPA吃完這條龍以後 又把經濟差壓在一千以內 可是上塔被爆以後又會超過 現在這邊其實有點尷尬卡薩丁 裝備有點肥 然後龍女其實也幾乎已經把他所想要的裝備 出出來人車草鞋 火斗跟緩盾以後 他現在這個情況去打後排就是... 應該不會遇到一些魔法傷害的人 賈克斯一定不會打他 賈克斯一定不會打他 他只要去反那個希維爾都好 希維爾有什麼傷害當然是物理傷害 他把所有的物理防禦 劍得很高的情況下去 去攻擊這個希維爾還有緩盾的情況下 其實希維爾應該是蠻難受的 我們來看一下前一個會彈的海賴 你看看他綁完了 他綁完了他已經選擇要退 但是這時候金特衝了出去 他選擇衝了出去以後 你看到Maple這邊最後是拉開 把距離拉遠遠 整個會彈被拉開以後 你還是跨不了...跨不了悟空跟龍女這道牆 好險最後是找成了那個賈克斯 有把後面的AD跟那個AP收掉 對不對 假如沒有收掉的話 這個會彈其實就不是這個情況 好險 最後這個選擇可能有點差 選擇去單挑一個龍女 有點可惜啊 我覺得整個會彈 那個TPS這一場啊 投資很多東西在上路 結果你壓老半天 最後牛排還是很肥 就是 這龍女現在還是很肥 希維爾還是拿他沒皮條 所以前期的投資變成有點化為烏有 他投資是投資在中上啦 就是中上都有在投資 而且 也許是主要game 他們戰術 哎唷 要不是希維爾你早就數囉 要不是前面有一個盾擋起來 早就數囉 那現在是閃電狼的招焦光了 TPS有要打的意思 可是問題在於說 驚人已經好了 卡拉丁驚人起來以後 卡拉丁驚人結束 那這樣子 TPS其實是殺不到什麼人 卡拉丁剩下一滴血 但是已經拉掉了 然後TPS要被A死了 沒有問題 閃電狼 將阿奇擊殺是一個A死 零換五的A死以後 馬上 這可以轉頭 看是要咬一口巴龍還是怎麼樣的敵都可以 前面BB的反應很快 你看到卡拉丁衝出來那一瞬間 他就把盾給開好 然後成功的守住第一波的攻勢 那 我 令我十分不解的是 其實有 設了一些這種角色在來的時候 你們撤退是並不會那麼困難的 就算只有 就算是卡拉丁這種追尼能力強的 畢竟他也不敢跳進五個人中間喔 所以 對面沒有辦法直接去做追擊的情況下 你看到TPS其實是想要 又想要反打一波 然後導致 這個整個局面變得如此的 坎坷喔 送出去的餃子太多了 現在這卡拉丁是徹底無法阻止了 那 風浪歲月現在驚人上手 然後呢 剛才那會戰你也看到了 你第一波衝擊全部打在他身上有什麼用呢 他當場驚人你看 現在這個眼睛 紅BUFF右邊這個眼睛 紅BUFF這個眼睛 這裡這一個短口 剛剛悟空就在這邊轉 沒有人能夠跨過這一條線 從來沒有人能夠跨過我的空門就對了 紅BUFF 紅BUFF右邊這個 現在丁特戰的這個位置 這一條線沒有人可以跨過 這裡沒有人可以跨過以後 就沒有人可以對路線造成傷害 那你的大難症整個都不成立 剛剛那個悟空就轉在那個位置 沒有人能夠靠近他的情況下 你只能去攻擊旁邊的卡拉丁 卡拉丁只要交了金刃以後 他就成功的吸引到很多炮火 那這波會戰變成說 是一個0換5 嗯 那我覺得這裡其實閃電狼處理得很好 那TPA可能就是 我覺得還是太過 就很不冷靜阿 就這一場打得很奇怪 比起上一場 很不...不冷靜 非常不冷靜 這前面太多個失誤了阿 其實開局打的是 是很漂亮的 然後後面打的是 也真的是蠻糟糕的 現在狀態下來講的話 我覺得閃電狼這一場已經是 贏了八成去 閃電狼這一場真的是抓得很穩 我覺得他們整個 會戰的處理的細膩度 比起TPA就是 高上大概 340%吧 我個人這樣認為 就是他整個會戰處理的細膩度 就是高很多 沒錯 除了在中路唯一一次失誤以外 他們就是 可是 這點就是他在跟TPA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他失誤有抓回來阿 就是以一個選手來說 失誤有抓回來就 他後面有我回來 還有得救你知道嗎 因為人都會做錯事 如果是能夠抓回來就好了 就是他 有抓回來 閃電狼這一次真的是很厲害阿 我覺得這場來講的話 閃電狼開局極端不利的狀況下 還能夠穩住 然後搬回到現在這樣子 贏面超大的局面 那是真的相當不錯 現在西威爾 清兵實在是很快 剛才這樣子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來摸兵營塔 反正是TPA現在整個推兵陣容 因為 畢竟對面是單抓證據多 反正是完全 完全推不出去阿 整個誰叫送太大的時候 其實 目前每一個人對上卡塔丁或是對上龍女 都打不贏的情況下 你要推兵也沒有推出去 我覺得這也是經濟路會太多了 哇 對上最坦的阿祈 在Neverloose的火力轟炸下呢 被逼退 現在想到就是 射雷希在打那個無限石頭的時候 假如你有五個射雷希在衝路 你就會有好多個魂石在同人間打 哎呦 馬上就被轟炸到死掉的射雷希 那麼這月 她大夫龍女依舊是 就是給的壓力極其龐大 BB差一點被砍死 但是封堂沒有得手 好BB成功撤了回去 但是仍然犧牲了 葉曲加賈克斯加射雷希 這樣子的局面就是要被一波推到底的阿 打這個龍女永遠打不死的阿 TPP從頭到尾都一直在狂尻牛排 真的是尻不倒 這裡是 那個 閃電狼有抓到傑哥的一個小失誤 你可以看到傑哥到最後 他前世沒有把虛弱跟大絕給交出來 所以整個會戰就變成說是一個 是一個武打式喔 哇嗚 好這一場 閃電狼非常漂亮的贏下勝利 其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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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